到底什么病啊 子宫内膜胃症 而且有像极限症发展的趋势 我还能怀孕生孩子吗 你还没有孩子 没有 你都三十六了 怎么不找药呢 刚结婚那会儿 我爱人忙事业 我们不想要 相等条件好点 五年前我怀过一次孕 后来 后来流产了 从那以后 每次来离家 我肚子就断断续续地疼 而且越来越严重 你怎么不找做一次 全面检查呢 没在意 就以为是痛经呢 所以一直吃着吃痛经的药 再加上这两年 我原来工作的幼儿园停办了 我在四处找工作 这些你不用跟我说了 叫你丈夫尽快过来 大夫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能不能现在告诉我 我求你了 我以为你已经有孩子了 要是你丈夫过来 我建议像你这种情况 最好做子宫栽除手术 摘子宫 不行啊 我得怀孕 我得生孩子 我婆婆 我婆婆叛孙子都快叛疯了 大夫 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是不是 你一定有对不对 你别急 喂 喂 茗玉 你在哪儿呢 我 你怎么了 大夫说 是我得了死的内膜异症 我心里难受 你来接我一趟 那 那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 不是 可是 也够严重呢 那没长什么东西就好办 你先稳住了啊 没什么大事 不是 我现在不在市里 我在无限 有个生意要谈 我马上要跟人签合同 你 你先打车回家 我办完事就回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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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你别着急慢慢说 你现在在哪儿 好 我马上过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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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其实 这事也怨我 记得 咱不能讹人啊 好吗 你 有没有给明依打电话啊 打吧 她有事 在无限 签合同 无限 无 无限签什么合同啊 给你煮了点暖茶 把这个喝了 留审的外甥女儿没有孩子的时候 就喝这个暖宫的 对 的 能鼓 你 好吗 那 你 什么意思 不喝 妈 我这会儿难受 喝不下去 不喝拉倒 我多于上感地伺候你 打刚才一进门 你就没好脸子 妈 您别往心里去 我不是冲您 这家里除了我就是你 你不冲我你冲谁呀 这大早起的 我去市场给你买鸡补身子 市里不卖活鸡 我又跑到郊区 让人现宰了一只 你看 我还给你买枣买狗迹子 我跑得两腿都发软了 我是半个累子 我也不提呀 谁让我为了抱孙子 我犯贱了 妈 你以后 就别卖这些东西了 回头喝不了 都糟蹋了 以前熬中药 你一碗一碗地喝也不觉得苦 现在我费了半天劲儿给你熬的这个暖茶 不是比中药还要好喝吗 居然反胃喝不下 妈 你别伤心你妈 妈 对不起 我不来 我不来给你擦 对不起 不要你擦 妈 对不起 我不是诚心的 我不是诚心惹你生气 我今天到外面去 也不是去瞎转 我 我知道 你不是上医院瞧你那肚子疼的毛病吗 谁来红是不疼啊 疼 你就在家里待着 用不着总跑医院 不是啊 刚才 当着齐东的面 我不愿多说 妈 我今天去医院 是去拿病理接过去 你 大夫说 说我得的是子宫内膜医卫菌 您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啊 大夫说我这个病 你 你这病怎么了 啊 我怀不上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病 你就因为得了这个病 总是怀不上孩子 妈 大夫说治好了也可以回你 你就赶紧去治呀 大夫怎么说你就怎么治 宇儿啊 我天天上火着急我为了谁呀 你说我还能活多长的时间呢 我的孙子 是吗 明雨 是我 吴县这边一个朋友 有个项目 想找合同伙伴 你过来跟他谈一谈 陆远那边没事吧 我当时啊 一两句话跟他说不清楚 只跟他说过来签合同 怎么着 你接着说 我刚才去了 你们家老太太好像有点着急 卢岳心情不太好 你抽空给他打个电话吧 别不当回事 放心 工地这边 我会让他们着急干的 好 见面再说吧 再见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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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口热乎的啊 我不想吃 你这不吃那不喝的 这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 你得给我好好地养着 吃不下也得吃 来 妈 我就是例假的事 过两天就好了 您别忙活了 身上来事的时候啊 你就更得吃东西 补补身体了 来 这几年你没跟我们一起住 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 我每个月都有这么两天疼得吃不下东西 有时候连班都上不了 正因为我不在你的身边 你才弄出一身的病啊 今后呢 你就得全听我的话 好好调理调理 来 妈 明月买这个大房子 接您过来 是让您来享福的 以后 我们两口子的事 您就当看不见 您不用管 我们自己来处理 没事呢 您就出去溜溜弯 在家看看电视啊 你难受北受的 我是瞎子 我看不见 我没心没肺啊 妈 您别管我了 您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您只想伺候我 让我吃这个吃那个 我心里更难受 你是说 我待着这儿让你难受 好 那我马上走 让你眼不见心不烦 妈 不是 妈 妈 包呢 包里撞药了吗 你还关心我 好 我就知错了 送我回家吧 睡一觉就好了 明月 我以后都不会再缠着你 我今天把我说出来的话 都说了 说完就过去 你送我回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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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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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身衣服全是地勾味儿 回来先想着喝酒 赶紧换衣服去 哪儿来地勾味儿啊 我今天呢压根就没通下雨到 是吧 刚打到六楼房顶上 给楼房之后铺沾布 这雨就下来了 那你这湿衣服在身上呕着 你舒服呀 快换上去 行行行 谁呀 知道 家伙 这大下雨天的 你怎么不知道穿个雨衣啊 嫂子 大灵 妈 妈来这儿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肚子疼 不想吃东西 妈非让我吃 我 我就惹妈不高兴了 当时我也没在意 我歇了会儿下楼 妈就不见了 走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小时了 我说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呀 大下雨天的 你就让她这么在外面待着 我是一路找过来的 我没带手机 对了 咱妈出来的时候 我还没下雨呢 行行行 你有理 行了吧 咱们回头再说 你赶紧给我们拿两件雨衣去 我俩出去找我妈 你在家看着圆圆啊 嫂子你别着急啊 你瞎劝什么呀你 不是你妈你不着急是吧 走吧 走吧 快来 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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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么气我妈了 我 我没有 我不是诚心的 还要怎么诚心 我妈住到你们家 你以为她是在享福 她委屈着呢 她去就是为了伺候你 让你早点给她生个孙子 你知道吗你 谁呀 我哥把你当宝贝 我妈天天给你当老妈子 把你宠出毛病来了是吧 大别墅住着长脾气了 连婆婆都敢敢出门了 明英啊 咱就是说是 我 我今天真的是身子难受 我跟妈话敢话就 我没想到她会生气啊 你说这一家人 总得有个体量不是吗 你少废话 那你说我妈现在去哪儿了 我告诉你啊 我妈今天要是出点什么事 你给我等着瞧 好 那这样 你先回家 我去找 你别啰嗦 你赶紧给我哥打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明英 你哥他现在人在无限呢 他跟人家谈生意 他一有应酬就喝酒 大下雨天的 你让他开着车多美 用用用 知道心疼你丈夫 就可以不顾你婆婆的死活是吧 我去找 我去找 一旋来电话了吧 晚饭前发了个短信 说同学聚会 晚上不回来了 你说他这一天到晚的 无所事事 一点精神寄托都没有 对了 那张老师给他介绍的那个律师 他感觉怎么样 看了眼照片 说人家长得像出土文物 太挑剔 你说他怎么就不能学得 宽容一点呢 可以理解 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再婚他肯定慎重啊 我不单指这方面 他为人处事有缺陷 他为人处事有缺陷 你还说呢 从小到大 你什么时候拿他当了你儿啊 你一直都拿他当学生 那么严格要求他 我可跟你说啊 以后在家的时候 你别总给他上课 他不爱听 不 我也是为他发愁啊 你婚礼了 你不能不工作呀 你这东游西逛的你看 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再这么下去就荒废了 谁呀这么晚了呀 你看看去 好 喂哪一位啊 伯母我是明英 你快开门我有急事 明英啊 我给你开门啊 谁呀 明英 她来干什么呀 不知道呢她说她有急事 是不是又出事了 来了来了 来了 明英 我副伯母 卢月回来过没有 没有啊 怎么了 我可不是成心来告状的 我是急坏了 我妈 我妈让卢月给气跑了 我以为你对我还有几分恋爱 我以为你对我还有几分恋爱 我以为经历了离婚的创伤 还有一丝安慰 我以为找到了温暖的怀抱 我错了 你只是想占义我的身体 报复我 明英 你也错了 你真的错了 我妈天天伺候她 她不领情就算了 您说说看 我哥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地赚钱 图的就是个家庭和睦吧 她可好 嫌我妈多事 你说老太太招她惹她了 这么大岁数想报孙子有错吗 她好 生生地把我妈给气走了 明英 小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回头我说的 咱现在当务之急 是得把你母亲先找到啊 该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现在就差去派出所报案了 那小月这时候在哪儿呢 刚才跟我发了一通过 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伯父伯母 我真不是诚心来告状的 我满大街地找我妈 刚才走到你们家楼下 我就想卢月要是万一在上面呢 所以就上来看一下 要不这么的吧 你赶紧再去找 我们马上和小月联系 咱们随时通电话 你看好不好 行吧 那先这样 我走了啊 好 来 我送送你 我先气好不了 你说 咱这把年纪判的是什么 不就判得抱个孙子吗 我家儿媳妇倒好 结婚十年了 是一丁点动静也没有啊 今儿个又从医院侨回个 子宫什么症 这孙子啊 也不是挤兑出来的 想开点吧 我能想得开吗 你甭着这吃甜咬醋的 你们家是孙子外孙子都有 成仙让我眼馋呢 我们老夏家亲戚多呀 这七大姑八大姨的 我现在都不敢跟他们走动 我就怕一见面呢 他们就问 你怎么还没有抱孙子啊 背后人家还不定怎么说我们家名语呢 谁愿说啥就说啥 自己家过自己家的日子 甭管别人怎么说 朱老吴那时候卢月多孝顺啊 老姐妹多羡慕死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呀 不生个儿子 孝有什么用 小月啊 小月 小月 快快 这怎么了这是 这怎么了这是 小月你这怎么了 这衣服都湿了 肚子又疼了 这脸是怎么了 这脸是怎么了 没事 妈 我白天 滴了疼的时候 小月哥呢 夜天 你会见着我婆婆呢 回来 没有呢 明依去找去了 你这个怎么办 我就是回来想看看 她在不在家 我还得出去找她 别别别别别动 别别动 千万别动 给明依打电话 让她赶紧回来 别打 别给她打了 别惊动她 她在外边谈生意呢 哎呀 谈生意谈生意 那家里也得雇啊 你 小月 又疼了 这肚子又疼了 妈 我楼上吃黄头贵的抽屉有药 你去帮我拿一下 你快去 好好好 我我我去 楼上那个 床头贵你抽屉啊 好好好 拿给你掏睡衣来的 好 哎呀 坚持坚持吧 坚持坚持吧 这醉受了 这受了醉了 来 妈 妈 您看您睡这床行不 哎呀能睡就行啊 行啊行啊 那一会儿我就给您知智啊 好 知智了 一个人行吗 行没事 我说你真是不照轻重 居然跑到亲家那儿去闹 谁也别闲着了 谁让他们受养卢月的 卢月是他们的闺女 他们就得管 我出去是找老姐们说会儿话 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 你也别怪我呀 找您那好儿媳妇去 是她一惊一乍的不让人安守 行了行了 赶紧给我亲家打个电话 说我没事 先在你们那儿住几天啊 妈 您真是厚道人 月儿气我 跟老两口没关系 坐在干吗 快去打呀 妈 我打 我打 这 喂 哥 咱妈让卢月气得离家出走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正文啊 谁让你给给你哥打电话的呢 你吓唬他干什么 我现在正在派出所报案呢 你还知道我们家电话号码呀 我以为你都忘了呢 我没逗你 真的 这事特别严重啊 哥 我跟你说啊 咱妈现在是天天伺候他 给他把饭做好了端到眼前 他还不吃 然后还给妈发脾气 你得管管了啊 好 我这一天没回去 折腾出多少事了呀 那你现在回去吗 我现在回去怎么解释 喂 茗玉 我还没睡呢 你跟冯老打电话了吗 好 这事你甭管了 我马上过去 真是不好意思 又麻烦你跑一趟 茗玉也是的 惊动你干什么呀 茗玉呢惦记你 可是她又回不来 你就替她说好话吧 茗玉她母亲没出事就好啊 老冯啊 待会儿你自己回去 我今晚在这儿 我陪陪小月 行 早点休息啊 茗玉 我送你回去吧 喂 今天早点睡啊 她们婆媳关系紧张 这和茗玉有很大的关系 这两年 她放在家里的心思是越来越少了 她真这么忙啊 大学成的项目 茗玉压力确实挺大 她不想让您失望 说实在的啊 要不是你在啊 我不会轻易把茗玉这公司 介绍给教委的 好在呢 你现在还在主抓这个项目 茗玉啊聪明是聪明 但是太浮躁 你看公司刚刚起路 就又想换车又想买别墅 沐秀于林封闭催之 为人处事啊得低调 你跟茗玉工作上配合默契这很好 但是一定要讲原则 该说的话就得说 你们俩啊 都是我的得意弟子 我老了 我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黄老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 真得给茗玉好好说得说 好 告诉我啊 你有没有其他女人啊 你说什么呢你 回答我 有 如愿 废话 你放心吧 在感情上 我以后都不会再缠着你 你给了我很多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真爱有的时候 是需要舍弃的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 就像齐东那样的老同学来看待就可以了 我希望是这样 我也没说你媳妇有多坏 问题是她现在生不出孩子 让咱妈闹心呀 站咱妈说这事她就别顶嘴了呗 她还一百八十个不乐意 你就是惹惹惹敲破裸 咱妈本来没那么大的活 全让你给敲打出来的 谁说我没气了 我先不说悦儿的不是 就说你吧 见天不回家 回家倒头就睡 能有孩子吗 明雨啊 你是奔四十的人了 你进来 大哥来了 远远快叫他去哦 远远 远远 上哪儿去了 大哥 这时候我给你个嫂子呢 请了个阿福 回头你给她写个名字 你个嫂子天天叫着 特别灵 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们就有老二子 他就老大 大梁 你真是大梁 这泥台要是好用的话 那医院都改成妙子了 是不是云云 你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啊 一边待着去 你才一边待着去呢 大梁 你给我 明雨啊 大梁说得没错 小阿福请回来了 就供在你们的床头柜上 我呢 再给他起个名字 就叫 叫来地 不 我就叫他呀 招地 下招地 大梁 办得好啊 大哥 你们看 咱妈高兴了吧 妈 那什么那个 你跟大哥回去吧 嫂子挺不容易的 昨晚大雨天的 晚大街找您呢 好大梁 你能耐了是吧 哪儿到哪儿就回去啊 你要觉得我妈在这儿 住着碍事你直说呀你 你呀 大哥 你看 我是没找的 行了 行了 走 跟爸爸去玩去 走 走走 咱进会儿啊 走了 你跟大梁发什么活 正天像吃了枪药似的 утannels 昨天我那会儿心里特别烦 又加上肚子疼 哪怕等我疼过那个劲 妈再劝我吃饭呢 你烦 你肚子疼 你不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不说话 妈也不高兴 她是老人老小孩 我刚才去民营家 她还气得浑身是哆嗦呢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哄着她 怎么了 大夫说 我得了子宫内膜医胃症 大夫说 让你去一趟 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你这个脑门怎么了 没事 不小心碰她 你就不能注意点 我去有什么用 她听大夫的 有病治病啊 她花钱不在乎 找专家住最好的医院 这不是花钱住院 就能解决的事 你不是没长瘤子吗 她有什么不能治的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你也听我把话说完 你就不能听我跟妈一句话 别上你那破班了 我跟你说我病的事 你又提这个干吗 这是让妈生气的主要原因 你们那个家政公司 那叫什么公司 那整个下当女工大聚会 你们幼儿园合并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回家去当全职太太 有什么不好的 你是担了大主意症啊 跑到家政公司去 给人当月嫂当保洁工 我夏明宇的老婆 去给人抱孩子 换尿布 赶家务去 我就是不想在家待着 我就是想出去上班 我当月嫂当保洁工怎么了 给你爹面了 爹大了 我盼着你回来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跟你商量 你就这么训我 行了 我不说了 不说了行吗 你待会儿到明宇家 把妈接回来 好好劝劝她 跟她说几句好听的 你给她个台阶下 好吗 都让我省省省省省 公司还有一大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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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陪我一起去 你不陪我一起去 我到马上回公司去 我到马上回公司去 今天星期天 我昨天没去没去 公司一摊的事 公司一摊的事等着我们 就这样吧 马上我回来 我怎么没去 来 我离开尝尔子 我离开尝尔子 你没有了 我离开尝尔子 你不要让我离开尝尔子 我永远把尝尔子 你不要让我离开尝尔子 我任何故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